大佬们好,我是大野猪,我们又见面了 野猪每天会带来新的原神资讯及福利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顶个关注,谢谢 首先是王者IP新游官方出来道歉了 这里写了很多字,把具体的情况内容进行了一个说明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我相信各位朋友心里应该是清楚的 接着野猪我要不自量力的猜一下换塔的公测时间 应该是在过年期间 因为它从第一次测试到现在的最终测试 已经快一年了 而原神的原初测试到公测刚好也是一年多时间 现在离过年还有三个月左右 寒假加上春节假期 这段时间用来公测多好啊 而且野猪我还估计 如果换塔公测成功 那么崩坏星穷铁道的公测应该也会不远了 至于为什么,请大家看后面的分析 前面的话题放一放,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 这位是谁,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知道的 这是他近期接受的一个采访 多久玩一次原神,每三个星期登陆一次 在这一点上除非有新的更新 否则我真的没什么可玩的 最喜欢的角色,雷神 在这段访问中我们可以看到原神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长草 正常情况下玩家群体可以分为空闲时间多的和空闲时间少的 时间少的玩家基本上每天只能玩一到两个小时 然后就要去忙其他事情了 所以对这个群体而言 原神完全可以解决休闲时间 那么空闲时间多的玩家 每天上线一小时左右 就可以把原神上面的事情都处理完了 所以就会感觉原神很长草 感觉长草以后一般都会去玩其他的游戏 那么这里又有两个选择 一,玩米哈游其他的游戏 比如说崩坏系列 二,就是去玩其他厂商的游戏 这个时候玩家就成了其他游戏厂商增强的对象了 只要抢到游戏玩家 无论是否课金都能产生效益 那么这里肯定有朋友要问了 我不充钱,他哪来的效益 这里请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比如说你玩了一家游戏公司的游戏 注册了他们的账号 那么你就等于进入了这家公司的用户生态圈 通过游戏可以生产周边 然后卖给有需求的用户 还可以和其他品牌联动 继续卖给有需求的用户 然后很多游戏都是有社区的 社区里面有社交啊 同人化啊 很多攻略 那么很多玩家都会去社区 当你进入社区以后 如果这家游戏公司有新的游戏出来了 就可以在社区里面进行宣传 当社区足够强大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别的服务了 而这些服务的最终对象 就是我们这些用户 这里肯定有朋友要问了 我不买周边 我不买联动 我不在游戏里面充钱 他们还是赚不到我的钱 我白嫖他们的服务 我们每一次登录游戏 查看周边 查看联动 登录社区 都会产生流量 都会产生点击量 所以也足我前面才说 崩坏星穷铁道跟换塔 有可能是一前一后 为的就是弥补一部分玩家 原神空下来的时间 总之作为一名游戏玩家 我肯定是希望好游戏越来越多的 好游戏越多 我们的选择越多 选择越多 福利越多 所以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感谢您的观看 祝点赞的大佬出角色 投币的大佬出武器 三连加关注的大佬 角色武器全部带回家 我是自由带野猪 每天会为您带来新的原神资讯 福利以及攻略 有喜欢的大佬不妨点个关注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